当阿密根里面我搭配了一点点树肉 然后很特别的是 我还会搭配一点综合坚果 别与其他只是会单纯放一些加工的食品 让它丰富整个营养 然后增加它一点口感 今天示范的是铜仔糙糙 首先我们这边就会切一点豆干丁 然后这个豆干丁也不要切太小块 我们稍微切大概一公分 让它增加一点点的口感 这里面的金针菇我会选择把它切碎 切碎完之后它就会很像素干贝丝 然后整朵的香菇 然后这个香菇头看你要不要切掉 不切掉的气都可以 然后我们这边锅子里面 给它少许的一点油脂 冷锅冷油 慢慢的让它整个豆干跟芋头上色就好了 不要过度的去烹煮 芋头也不要煎太干 煎太干它的口感就会变得非常的硬 另外这边我们的糙米饭 就已经事先先煮好 或者是直接隔夜也可以 好 这边慢慢的豆干已经开始上色了 然后直接就可以把干香菇整朵 不用刻意地去把它切 切丝或者是切片 然后这边也会给它一点点素肉片 然后我们用的是素火腿来带 然后慢慢地让它炒到它整个香气都出来 然后直接给它一点综合坚果 然后这个综合坚果你可以整颗或者是把它捣碎都可以 坚果下去稍微拌炒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调味料 然后我们这边调味料会给它一点点的素蚝油 然后一点糖 糖一小匙就好了 然后少许一点胡椒粉 慢慢地让它拌炒一下 让整个素蚝油可以均匀到整个食材表面上 这样等下做出来的米糕颜色炒会漂亮 最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金针菇加进来 然后一样炒到它出水就好了 好 出水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熄火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准备像这样子的杯子 然后里面中间我就会加入香菇 中间就把它摆一朵香菇进来 然后各给它一块素火腿 然后直接把料就可以铺一点点在下面 好 然后我们料都铺好之后 直接就可以把我们的糙米饭 就往杯子里面塞 尽量让它塞扎实一点点 它等一下扣起来比较不会松散 我们当阿密哥的主食材它是糙米 糙米含有优质的蛋白质 可抗高血压 高血糖 这样的过程抗氧化等等 也是也有胺胎 胺神的效果 这边我会建议用汤匙或者这种矽胶 慢慢地把它压扎实一点点 等一下扣起出来 它的形状也会比较漂亮 好 像这样整形好之后 直接里面就可以加一点点水 然后我们直接把铜仔米糕 就可以摆进来 铜仔米糕放下去之后 我们大火冒烟 让它再蒸个十分钟 十分钟完之后把它倒扣出来 我们的铜仔糙米糕就完成了